这个区块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写 这个区块里面会有四个按钮 首页下载APP 大A小A和登录 它们的分居两侧 但是这四个东西又有共性 它的padding值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么来写 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在NAV里面去写四个新的组件 叫做NAVItem 好 我们复制四个出来 一个是首页下载APP 然后是登录 大A小A OK 那很显然你没有这个NAVItem 我就把它加入进来 然后我们到样式这个组件 文件里面去写这个组件 它呢也是一个一个的DIV 只不过这个时候 它有一些自己的样式 比如说呢 它要浮动 好 写到浮动 问题就来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页面啊 首页下载APP是左浮动 大A小A和登录是右浮动 这个时候怎么做 我们这么来写代码 在这里 我给首页啊 加一个classname等于left 下面这个也一样 而登录呢 我让它等于right 大A小A也让它等于right 好 接着 在NAVItem里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and.left float left and.right float right 怎么理解这个块的代码呢 它的意思是 如果你当前是一个NAVItem组件 同时 NAVItem组件上面有left 这个class的话 那么我就让这个组件 向左浮动 如果NAVItem这个组件上 class等于right的话 那我就让它向右浮动 接好了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 看一下效果 手印下载APP在左 登录大A小A在右 我们接着继续来写它的样式就可以了 手印它的高度呢 就是56像素 但是它的颜色我们要记一下 好 这个颜色呢 和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我们一点点来写 我们在手印 这个元素上面 再给它加一个class叫做active 那么你也能想到 这块我该怎么写 如果你这个组件 上面有一个active的class 我让你的颜色变成 减号EA6F5A OK这样就行了 当然呢 这个组件有一些共性 比如说它的line height 都是56px padding呢 都会有左右15像素的一个间距 它的字体呢 应该是17像素 保存 我们回来 刷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它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问题出在哪 我们打开style的left 好 然后点击stiles 我们往下翻 它的高度是56像素 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居顶部显示 那这块呢 我们怎么做 我们这样来写啊 看它的padding值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让它的padding上下是0 左右是15 这样才对 再回来 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基本上左侧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再看它的颜色是什么 它的颜色应该是333 所以呢 我们给这个 nvitem一个默认颜色啊 警号333 如果呢 你有active的话 把颜色替换成它 如果呢 你是right 也就是右侧的这两个按钮的话 我们看这个简书的网站上 右侧的这两个按钮 它的颜色呢 要浅一些 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值是多少 是969696 所以复制一下 我们到代码里面 如果你的样式是right 那么我让你的颜色变成 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之后我再把这个背景色给去掉啊 background green去掉 保存 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大家看 我们这块的布局呢 就简单的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还有一个搜索框 右侧还有注册和写文章 我们一起也给做了 搜索框呢 我先把框给做出来 这块我们看它的宽度是多少 160 然后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写一下这块的代码 首先 在这个NAV里面 我们再写一个叫做 NAV search的 准央 OK 复制 现在没有它 我呢 要去定义它 在样式这个组件文件里面 我们写一个const 那因为search等于stile的 当然它呢 是一个input类型的标签 所以我们要写成input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attrs 也就是它有个属性 属性是什么呢 placeholder 让它的placeholder的值呢 是搜索 保存 样式呢 我们先写一下吧 它的y字 160px height 应该是38px 然后呢 border没有 outline 也没有 border radius 有一个19px 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input框 所以border radius 它的值应该等于高度的一半啊 好 继续 我们给它一个background 一个ring 保存 咱们来看啊 我们打开这儿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搜索框 但是呢 据顶部 它需要有一个高度 我们呢 要改一改 我们这样去写 margin top 给它一个9px 这块呢 大家自己算一下啊 因为整体的高度是56 你的input框呢 减去了38 还剩18 18除以2呢 就是9 所以这块的东西 大家自己回去算一下 我已经算好了 直接就写了 margin top有了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一个padding 上下呢 是0 左右是20像素 当然有了padding的话 你这个160啊 就会被撑开 撑成200的宽度 那不想让它撑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儿再写一个 box sizing border box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向 哎 就是这个效果 当然呢 它的背景色 我们写的不太对 我们去看一下背景色 应该是什么色 我们来翻一下 是e1这个色 所以呢 这里 我把它改成 e1保存 回来 好 字体大小呢 有一点小 实际上它的字体大小 应该是15像素 所以在这儿 我再给它一个 font size 15px 保存 写好了 我们再来看 搜索呢 稍微还是有点大 我们看一下 它像素到底是多少啊 应该是14像素 大家看 font size 14像素 所以呢 我们改成14 OK 回来 当然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只不过它缺少一个 左边的一个边距 大概在20像素左右 同时呢 这个 placeholder的颜色 这块比我们的 这个placeholder颜色 要稍微浅一点 那我们把这块改一下 首先给它一个 margin left 20px placeholder的颜色怎么改呢 我们这么去写啊 and 冒号冒号 placeholder 指的是 这个组件 它下面的placeholder 我给它一个color 让它浅一点 我们让它变成9990 试一下 保存 刷 这个时候色就很浅了 跟简书这个官网的颜色 基本上就一致了 好 走到这呢 我们的这个input框也做完了 当然它的input 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按钮 那后面我们会去精细的去写这块的内容 现在呢 我们先不写 搜索这块也写完了之后 我们去写最右侧的两个button 注册和写文章 这两个button 怎么写呢 我们这样来做 首先呢 我们可以给 注册和写文章的去起个名字 叫做addition 因为它是附加的一些信息 好 引入addition这样的一个区块 那这块呢 我们要写一个addition的样式组件 它的形式是一个div 好 写好之后呢 我们做一些布局 首先position应该是 episode root right 我们让它零 top 是一个零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给它一个高度是 56px addition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悬浮在页面的右上角 这个区域里面呢 会有两个button 我们就写一下 叫做 btn吧 button 都可以 在react里面的jsx里面 你的任何组件 只要是组件 开头字母都一定要大写 这点大家要记住 好 这块呢 有一个注册 还有一个写文章 这两个按钮 我们呢 要对这两个按钮 做一个样式的修饰 所以把它先引入进来 当然它需要在样式里面去定义 解释DIV 我们让它呢 floatright去右吧 好 我们看这两个按钮 它的一些共性呢 咱们到网站上来看一下 它的border radius 这个颜色 横高基本上都一致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一写 来 lan height 38px border radius 19px 当然它还有margin top 9px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 看一下效果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它需要有border 所以我们来写一下 border 1px solid 我们找一个颜色 打开控制台 取下这个的颜色 ec6149 保存 我们再回到页面 刷新 OK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呢 需要有一个margin rate的值 大概在20像素左右 或者15像素 同时呢 它还会有左右的一个间隙 我们在这儿写上margin rate 再来一个padding 上下0左右 20px 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 我们再来看 是不是有一点效果了 但是你发现啊 这两个按钮呢 变大了 你的这个大约小页和登录的位置 就被覆盖掉了 那怎么办 也很简单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找到上面的这个nav区域 它呢 是960 我让它有一个padding write 给它一个50px 或者70吧 同时别忘了啊 你一定要加一个box sizing border box 不然的话 它的宽度会被称成1030 这样写的话 它的宽度还是960 只不过右侧会控除70像素 OK 这样的话布局就基本正确了 然后再对按钮的颜色 做一下调优 注写 注写这个按钮呢 它是白底红字 那我们就来写一下 怎么做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button上面 来一个class name 等于 reg OK 接着 我们在这里去写 and下面的点 reg 背景色不变 它的color是 这个颜色 保存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写文章 plusname 我们给它等一个 writing 好 我们再给writing做一个样式 and writing color 颈号 ff background 颈号 这个 ec 6149 保存 回到网页上 我们再来看 写文章注册 这个时候 跟这里的页面效果 就差不多了 差一点 是它的这个文字大小 字体呢 它应该是14像素 所以在这里 我写一个 font size 14px 同时呢 我们打开index.js 把这两个内容的位置 调换一下 写文章在前 注册在后 这样的话 就和简书的这个官网上的样式 基本上一致了 大家看 写到这儿 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 简书 header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简单布局 当然这个布局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如果精确到像素 肯定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大家可以 刻下自己呢 把这些样式做得更完善一些 那么这里 需要用到一些小的icon 比如说这个大A小A和这个放大镜啊 还有这个写文章前面的这个icon啊 都需要用 那么在后面 我们会使用icon font 对这块的icon进行实现 最后呀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节课 我主要带大家使用了stile的components 这个第三方的模块 实现了一些带样式的组件 这些组件的样式是独享的 它们之间呢 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这就有效的避免了多个组件 可能产生的css样式冲突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使用stile的components 进行react项目的css布局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大家加油